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智子团的这些新演员是怎么选出来的 全球的海选 我们有八个选角的团队在全球选择 亚裔的华裔的年轻人 16岁的22岁之间的 全部的能找到的都去面试 大概持续了一年半 提供了一万五千份的casting的资料 见了一千四百多人 举行21场面试 每一次都是60到70人的面试 然后在中间最后挑了20到30个人 进入了训练营 激发 印交 杨检 达基 还有第二部里的女主角 其实都是在这训练营里培养出来的 给他们设计了24周的专业课程 主要表演 武术 马术 中国的古典文学史 古乐 宝国苏绅 他们经历24周 有四次考核 最终确定他们拿到哪一个角色 您挑选的标准是什么呢 男生长得帅和健康 女孩要长得漂亮 有天赋 当时选金训练营的也四五个打击 的确我们封闭式训练很辛苦 每周六天训练 每天12小时 封闭的 不能离开 大家同吃同住 同训练 课程强度也比较高 有的演员可能觉得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他就离开了 有的可能我们觉得不太合适 那然是最后胜出的这个 他是最合适的 综合方面最好的一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